臀部原始点分为两部分 上臀部原始点涵盖范围 胎骨上眼以下的腰部、臀部 及其前方小腹 由成其症提供 我们现在来介绍臀部原始点 臀部原始点现在有分上臀部原始点 还有下臀部原始点 好 那上臀部的原始点位置就是在 胯骨上眼然后一路到侧面 侧面这里为终点 好 也是起始点 第一点 然后一路按上来 再按 好 到这里的时候脚要伸直 然后再继续按 按 然后每一点 按下来 按到以前的腰椎 这里最后一点 以前是最后一点 的终点站 那同侧也是一样 那这一条一路按 按到这里来 那下臀部原始点的位置呢 刚好也是在上臀部原始点 对下来 这个侧面 也是在 也是在 侧骨的下沿 那侧面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然后按到哪里呢 按到这里 刚好碰到骨头 那我们再沿着V字形下来 两侧都是一样的 所以 它的位置 现在上臀部原始点 下臀部原始点 然后V字形这样下来 那我们现在来示范 上臀部原始点的手法 好 为了按这一点 最好叫患者的腿 这样 撑起来 然后我们的工具 一样用手肘 但要注意的是 上臀部原始点的手法 还是有一点偏这样 好 那我来示范给大家看 好 这是胯骨的上眼侧面 第一点 用肘 顶进去 但 注意哦 手不能 向上 一定要有一点 往下 然后摆过来 就像我们在按腰椎 但又没有前面往下 它是有一点点 往下 好 那这样按下去之后 这是第一点 这是第二点 这是第三点 按到第三点之后 脚就可以伸直了 好 那脚的站姿跟按推腰椎一样 就是 微微的弯曲 好 那我们 接下来的点 好 这里按到腰椎 旁开一指宽 这里为终点站 那 同侧 它的 位置 一模一样 好 只是 你要按的时候 脚要 变化为 弓箭步 好 这样弓箭步 才能够顶得进去 那手法一样 从侧面 脚骨上沿为第一点 那整个身体沉下去 这里放松 然后 手 按推的方法一样用手肘 好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好 按到第三点的时候 脚就可以伸直 那一样 可以用弓箭步 继续把它完成 好 这是上臀部原始点的按法 下臀部原始点 涵盖范围 从臀横纹 及腹骨勾以下 至 踝关节下沿 消退度除外 如图中 淡橘色区域所示 下臀部原始点 好 这时候 站姿是没有变化 但 手 本来上臀部是这样按 这时候还要再往 上面翻一点点 好 大家看 它的手法变这样 有一点掌心向上的味道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好 直到按到 这一点 差不多第三点 第四点之间 这里就会碰到骨头 那这个就是最后一点了 所以一般这样按下来 差不多有三点 好 那我们脚放直之后 好 那我们再来做同侧 下臀部原始点 好 脚称起来 这时候的按法一样 弓箭部 同侧是用弓箭部 那一样是在 咖骨下沿的侧面 为第一点 然后注意这时候的手肘 它的掌心是 比较偏向上 而不能盖住 盖住就按不到 一定是要这样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好 按好了之后 已经碰到骨头了 我们再来从V字形这样按下去 如果熟练者直接就从这一点紧贴着骨旁 一直按推下来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出鞋子没有把握 也可以先把尾骨 骨旁这一点找出来 两点黏成一线 而这一线紧贴在骨旁 这样也是一个方法 第一个 站姿 它是用弓箭部 也就是前脚 它已经是 在臀横纹这里 对过来 尽量不要超过去 做出来之后一手固定 然后工具 一样 掌心向上 放到第一点位置 如果你太后面的时候 这里就会超过90度太大 那表示动作有误 就要开始调整 身体就要往前 那往前的时候 手不要拿高 手拿高 这个又小于90度 顺势放下去 好 这样就90度 那这里也是90度 再来要注意的就是 身体要往外侧靠 靠过来 靠过来之后 我们这个要按推的点 就会在骨旁 好 这是第一点 按 推 按 推 按 推 第四点 按 推 第五点 按 推 如果臀部原始点要按推同侧的时候 最好 身体也是要移到对侧去 同样 弓箭部对着臀横纹 站好 站好之后 一手固定在患者身上 工具拿出来 好 直接用弓箭部 然后工具就直接放下去 保持各90度 然后身体往外靠 按 按 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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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才能够保持各90度 我们来介绍 臀部的舒缓方法 它一样用长根 两边这两个长骨 都一定要用到 然后按一定要沿着 骨的这一条线 不要压到骨头 就在骨旁压下去 然后压下去 这个是垂直的 然后身体往前靠 这样力量就会随着这个直线垂直下去 而非往前往外拨 是直接靠身体的力量往前压下去 这个压下去是垂直下去 好 那我们来看 压下去之后 你手要再上来的时候 不要一下子离开 而是再把肉拉过来 然后你掌心跟臀部接触着 好 以上是臀部原始点的介绍